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 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请把眼睛睁亮一点 各位看一看我的测标 各位看完之后 请你踏出成功的这一步 各位你可以说利豪是台积电的达人 各位台积电真的应该找陈利豪去做操盘手 各位等一下 你看完一段VCR之后 再看一下我今天手机的内容好不好 然后各位你就帮我鼓鼓掌 其实我们今天买回了三支股票 当然其中一档就是台积电 那各位如果说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不要讲四星KY 我们也不要讲利旺 我们也不要讲金星科 我们也不要讲保雅 各位我们都不要讲这些股票 因为这些股票真的标得太凶了 那唯一一档股票比较温吞的 那就是台积电 但是台积电还能够被我们掌握到 各位真的六次而已啊 价差194块半 各位你知不知道我在昨天 我在电视节目上 为什么要跟你特别讲到台积电 我五次的操作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相不相信我昨天 其实在早上已经告诉我的会员 昨天台积电我们就准备 在475到478去买回来 那各位昨天最低是480块半哦 昨天是没到哦 今天一大早我又告诉我的会员 台积电如果打回到475到477 赶快买回来 各位你看台积电 各位今天最低476 各位你帮我鼓鼓掌 真的 各位你如果什么股票都不要做 你就只做一档股票叫台积电就好 这只股票的价位 竟然可以被我掌握到零零尽致 各位来 我昨天在电视节目上 有没有跟你讲我出股票了 你记不记得我昨天在电视节目上 我不是跟你讲上个礼拜 我把台积电出到493到498吗 结果最高来到494 我们不是又赚了钱吗 我是不是跟你讲我出掉了 出掉之后各位 各位我昨天有没有跟你讲我又出了三只股票 我出了四星KY 出了金星科还出了力旺有没有 你知道为什么我昨天要出这三档股票吗 各位我现在先让你看一段VCR好不好 你看看我到底出的对不对 你再看看为什么陈利豪这么厉害 我在昨天我告诉我的会员 这三只股票短线已经标了很多了 我们短线就先出 各位你注意看 你看被我出掉的三档股票 今天大盘涨92点 你看他是红的还是黑的 你看各位注意看 各位6533金星科今天是黑的 最低打回到520 你注意看 各位再看3529的各位 利旺最低打回到1445 好各位你再看 3661四星KY 今天最低打回到858 好各位 你看一段VCR 看完之后你帮我鼓鼓掌 各位全市场最厉害的老师 那个价位掌握到零零尽致的老师 各位就是陈利豪 各位现在这段VCR只有两分半 你看完之后认真认真的去想一想 为什么我昨天会把这些股票 标了这么凶的股票 短线先出一趟 那你看到我出掉之后 今天大盘涨92点 这三档股票真的变黑的 你会不会发现到 哇那陈利豪怎么这么厉害 那股票买的时候买在相对的低价 出的时候要出到相对的高价 各位你会想到这一块 各位你看看我昨天怎么出股票 好不好 你看我出掉之后 这三档股票今天全黑的 而且大盘今天还涨92点 那各位涨92点是谁的功劳 台积电 那为什么我今天又买回台积电 各位厉害吧 各位请注意看VCR 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 今天利豪给你看一下 我今天从早上带会员盘中四个半小时 我怎么带的好不好 各位你竖起大拇指就好 我真的很厉害 各位今天开盘涨9点对不对 盘中涨25点 结果各位杀到哪里 杀到跌83点 收盘跌55点对不对 我今天一大早 我告诉我的会员台股 成交量不会超过1800亿 我的会员说老师 可能吗 上个礼拜都超过2000多亿 我说不会超过1800亿 这是第一点 我告诉我的会员 手中有力旺 有四星KY 还有那个金星科的 因为我们赚很多了嘛 对不对 我说上个礼拜我们台积电短线 又再出一趟 出掉了 出在493到498之间 最高不是494吗 出不掉出得很漂亮 今天打回到480块半 对不对 有没有厉害 厉害 我还跟他讲说 你手中如果还有力旺 IC产业的 这些股票 对不对 IC周边的 有力旺 有四星KY 有金星科 短线先出 全部出光了 而且今天早上 全部都有高点 你看 对你看 6533今天有没有高点 有注意看 有没有 有577 收盘552 你看看 来 3529 今天还有 还有高点 1565 对不对 收盘1505 对不对 你看 再来各位看 5269的详硕 今天还有高点 758 收盘收738 好各位来 你看看成立好 为什么可以得到这么多人的尊敬 你看为什么我的会员有一直办续约 请看 各位 今天你们还在睡觉 今天早上一开始 早上一开始 各位 我已经在分析行情了 各位 你看我分析多少 我点进去好不好 各位早上7点44分 我就分析完了 你看我点进去 你看我分析多少 各位你看我分析多少东西 你看 你看我分析多少东西 各位 这个是一个真正负责任的老师 负责任的老师 你再看看我怎么带出股票 请看 各位 注意看 跟我分析完毕之后 各位你注意看 各位来 我全部都在出股票 来 来 导播来 你看 各位你看 会员注意 会员注意 早上9点27 366一四星 金星科 以及3529 力旺 手中持股做多的人 今天全部先站在卖方 出场之后保留资金 各位早上9点27分 全国现在的投资朋友们 你看到了吗 刚刚你VCR看到 就是我昨天跟你讲 出那个三档股票 有没有 我拿给你看 你看 各位是不是这里 各位是不是这里 你看是不是这边 是不是昨天两个字 这边 是不是昨天两个字 9点27分 会员注意有没有 366一的四星有没有 还有金星科 3529 力旺 手中持股做多的人 今天全部先站在卖方 各位昨天你看 有没有昨天 然后保留资金 我昨天全部卖了 那各位 我为什么昨天要卖 当你看到四星KY 今天打回到858 你再看看各位 6533今天打回到520 你再看看各位 3529 力旺 今天还打回到1445 各位 你就帮我鼓鼓掌好不好 真的 我超级厉害的 对不对 而且我们都出到高价 昨天力旺 最高有1565 各位今天打回到最低 1445 你看那个价差 差了120块 我昨天出到相对高价 对不对 那昨天金星科最高577 那我为什么昨天我要出 如果你不出今天打回到最低520 各位昨天到今天价差差57块 你看看我厉不厉害 对不对 那各位你看那个四星KY 昨天最高910 对不对 那各位今天最低多少 打到859 你看我厉不厉害 所以各位 我如果跟你讲 真的 陈立豪真的很了解筹码 所以我昨天为什么要给你看 为什么VCR要给你看 我昨天出股票 那各位再让你看看 我买回台积电好不好 各位帮我鼓鼓掌 各位我跟你说 我陈立豪在股市34年了 我不要跟你 我不要像其他的老师 在吹牛比赛 不需要 我只要拿手机的内容给你看就好 各位你看哦 来 其实我在昨天就已经讲 要买回台积电了 各位你看哦 我们台积电1月 11月17号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第5次 11月17号 我买在475到478 各位 结果各位11月18号 11月18号有没有 我是不是出到493到498 是不是出到494 我是不是跟你讲 我赚了19块 累计已经180块半 我是不是出掉了 各位 我出掉之后你看 我出掉之后 昨天哦 11月21号 昨天我又告诉我的会员 准备要买回 你看 各位 你看昨天两个字 昨天两个字 昨天两个字 早上8点53分 昨天还没有开盘呢 会员注意 上周我们把2330台积电 短线获利出厂在493附近 今天我们再买一个机会 开盘先挂475到478再买回 有到就做到 各位来 你看昨天台积电有没有来 昨天台积电没来哦 各位你看哦 昨天台积电最低是多少 480.5对不对 那各位我讲什么 我讲475到478再买回 有来就做对不对 有来就做 那各位今天来了没有 今天来了你看 各位今天来了 今天最低多少 476 但是各位你注意哦 我不是昨天才在讲哦 我今天早上还在讲 你看各位 你看到今天 从今天开始你看 各位今天开始进入 今天两个字 你看进入今天两个字 开始分析行情 你看 各位我开始分析行情 你看我在讲什么 注意哦 各位我念给你听 会员注意 2330台积电 473到477买 各位看到没有 各位今天两个字 今天两个字 会员注意2330台积电 473到477是买点 是买哦 9点03分 各位台积电真的 我跟你讲 今天最低多少 476 全部成交之后 各位往上拉 收盘491 各位帮我鼓鼓掌 真的 我真的超级厉害 尤其各位台积电 被我做到零零尽致 我做六次哦 赚了194块半台积电 就10月25号到现在而已 各位厉不厉害 我昨天跟你讲的股票出了三档股票 我说金星科出 金星科今天杀下来了 我说利旺出 利旺今天杀下来了 我说那个四星KY出 今天杀下来了 各位准不准 准 我说台积电拉回买进 各位今天涨上来了 准不准 各位一流的老师 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 你记不记得我一直跟你讲 我连昨天的节目都跟你讲 各位昨天11月21号 我已经再次的提醒你们 我已经再次提醒盲点测试将更激烈 各位盲点测试将更激烈 各位你看今天 你看今天开盘开跌45点 盘中跌78点 各位到最后尾盘收上来92点 各位是不是盲点测试 各位你看看今天早上 你看今天早上美国股市 是不是一样盲点测试 各位看到没有 是不是盲点测试 是不是盲点测试 各位我讲多久了 11月16号讲盲点测试 11月17号讲盲点测试 11月18号讲盲点测试 19号讲盲点测试 各位一直到今天还在盲点测试 各位我成立好力不厉害 我是一流的老师啊 超级一流的 所以各位10月25号跟你讲 千点行情即将发酵 要开标了 很多人不相信 我连讲三次嘛 25号26号27号 结果大盘开始一路标 标了2200点 标了2022点之后 我是不是跟你讲 开始要盲点测试 从我开始讲盲点测试 一直到现在一个礼拜 每天在盲点测试 准不准 全市场最准的老师 成立好 对不对 我是一流的 不要把那些不入流的老师 跟成立好比 我也不会造假 不会作弊 不会欺骗 我们不要讲其他的股票 就讲台积电就好 你看我做六次 194块半 对手机也给你看得很清楚啊 各位你看今天台积电 今天台积电最低476 各位今天一大早就在讲 台积电473到477买回 各位473到477买回 你敢吗 你会做吗 所以各位 如果你今天你真的买到了台积电 好不好 我就算你477买 第六次买回 各位 今天收盘收491 又涨了14块 各位玩一支股票就好 你也可以玩当冲啊 各位第六次 累金194块半 真实富贵千真万确 十张14万 100张140万 各位 做股票真的这么难吗 我通通都给你看过了 对不对 你看我当初跟你讲 千点行情要发效 10月25号就跟你讲 千点行情即将发动 对不对 10月25号讲了 快乐快乐快乐 自于死地而后生 千点行情 10月26 再迈入11月份 再次提醒 千点行情即将展开 各位 10月27 这第三次提醒 你翻身的机会来了 一直跟你讲 力望金星科 四星台积电 你就不相信 结果各位 到了11月12号 再跟你讲 再次提醒大行情 已经来了 各位你有要相信吗 结果一路标 标了2022点 标完毕之后 陈利豪开始跟你讲了 你要注意了 你要注意了 盲点测试要来了 对不对 你看 我11月18号上个礼拜五 千点行情之后的第二波行情 即将展开 全面开战 我已经跟你讲 第二波的行情要来了 而且各位 在昨天又特别再跟你提醒一次 再次提醒盲点测试 将更激烈 各位 我会骗你吗 我又不是其他的老师 整天在骗东骗西 有意思吗 所以各位 你要跟谁 跟陈利豪就好 不要再跟别的老师了 各位 跟着陈利豪 安心放心又开心 一通电话 我真的帮得到你 全国亲爱的投资盘们 现在做股票 不是在那里 造假作弊欺骗 也不是在吹牛比赛 没有意思 你如果真的要讲故事 你找一个小学生 来电视节目上 讲故事给你听就好 各位台湾的股市 不是说你可以讲故事比赛 人家投资散户 就会相信你 不是 你要真真实实 用手机验证给他们看 真真实实的 你看昨天 我不是跟你讲了吗 各位 在昨天我不是出股票了吗 你看 我昨天不是出了三只股票了吗 有没有 在昨天 出三档股票 这是昨天的 各位三只股票 有没有 昨天两个 昨天 会员注意 3661的四星 金星科 利旺 手中持股 做多的人 今天全部先站在卖方 各位 那是昨天的 昨天的消息 你看 9点27 那我为什么要出这三只股票 你看 各位 今天打到最低858 各位你看 是金星科打到520 昨天是577 最高哦 打到520 你看 再各位你看 再3529 利旺 昨天最高1565 今天打回到1445 各位你看到没有 我成立豪力不厉害 一流的 我出掉的股票 今天全部翻黑 我买进的股票 今天大涨 今天大盘 大涨92点 各位 鞠躬最尾是谁 就是台积电 你看 各位就是台积电 你看 各位你要注意了 现在的盲点测试 会越来越激烈 我再提醒 各位今天第三次提醒你 第三次提醒你哦 不要说我没跟你讲哦 11月26号选举过后 盲点测试更激烈 你要跟谁 你不要再笨笨的 带着钢盔往前冲 不是这样子哦 各位 我不是不看好大盘哦 我还是看好哦 但是各位 你还是要进入整理 整理完毕之后 消化符合 符合消化完毕之后 各位要上才会上 各位 这叫股市 这叫人性的股市 我跟你讲 我今天买回三档股票 对不对 各位你相不相信 其实 我说实在话 今天除了买回台积电之外 我们其实 出掉的股票 我也有买回 我一直跟你们说过 一个观念 来回坐价差 我成立好是一定讲得到 做得到的人 我不会造假作弊 听得懂吗 那各位你看 金星科这档股票啊 各位 昨天不是出了很漂亮吗 上个礼拜出过一次 昨天又出到一次 出到577 你看今天拉回到520 你敢买吗 520你敢买吗 520你敢买吗 好各位 我不会造假作弊 我就给你看啦 我不会造假作弊 我给你看 各位 我成立好是敢做敢当的人 你看到今天来 我们进到今天两个字 各位注意哦 今天两个字哦 你看一档股票 我已经跟你讲 金星科 来各位 来 金星科522到525买 522到525买 好各位今天有没有来 有啊 今天最低520 我不会骗人啊 我是成立好耶 我是一流的啊 我不会造假作弊 欺骗吹牛啊 你知道为什么 现在有这么多人 喜欢成立好吗 我不是跟你说过 我投信朋友 法人有没有 他的爸爸妈妈 最喜欢成立好 他最喜欢跟我做台积电 有没有 真的每天真的 光做台积电就好 每天去度假 真的 从北部跑到南部 跑到中部 跑到哪里 他只要看我的手机 就可以做股票了 他就看我的手机就好了 就做股票了 到处闲云 真的是 到处去玩啊 真的 为什么 太轻松了 做股票 不需要每天在盯着盘啊 这种困难度 交给成立好就好 盘中四个半小时 交给我就好了 你还需要一直盯盘吗 不需要 我带你进你就进 带你出你就出 你就听话就好 所以各位 跟着立好 安心放心又开心 一通电话 我帮得到你 好不好 各位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 你不用单打独斗 大家团结 壯前走 團結專線 相信從頂葉開始 我們是一群共同追求 股市決勝大師級的研究團隊 從實戰中克服人性 並戰勝主力 我們不斷地超越自己 也協助您實踐夢想 相信從頂葉開始 我們希望複製 一個又一個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個成功者 都有一個開始 相信我們的專業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專線 028511-3366 8511-3366 頂葉投顧 邀請您加入贏家的行列 全國親愛的投資朋友們 其實在台灣做股票 你要掌握到人性 為什麼利豪在很多的股票 可以來回做價差 因為各位我在股市34年了 我跟你說過 我有學過心理學 股市本來就是一個投資學 一門藝術跟一門心理學 而不是這些人所講的 什麼技術面基本面 我一直跟你們說過了 我說過多久了 只是你們不相信而已 各位 股市裡面沒有所謂的 什麼技術面基本面的東西 這個只不過就是人家 為了要讓你去相信一樣東西 為了要讓你知道 聽得很像很深奧 來做出來的 出了很多的書 然後技術面基本面的東西 講給你聽 其實各位是不對的 我在股市34年了 我很清楚 所以各位我在十幾年前 我就在講 經過了這幾天的股市洗禮 你還覺得股市有基本面 技術面嗎 其實全世界就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市場 資本主義就是資本利得 資本利得就是金錢遊戲 也就是會有人為炒作 聽得懂嗎 那你要觀察什麼 觀察籌碼 籌碼才是真的一切 所以為什麼 我們的金星科我們的力望 我們的四星KY 昨天我叫你們先出一趟 今天馬上翻黑 因為我懂籌碼嘛 為什麼台積電上個禮拜 出掉之後 今天又買回 我懂籌碼嘛 你了不了解 不要再聽信那些什麼 技術面基本面 各位 那個東西我比你還懂啦 我比你還清楚 那是真的是騙你們的 我沒有騙你真的 那都是騙你們的 報章媒體雜誌可以 我跟你講 白的可以寫成黑的 黑的可以寫成白的 你聽得懂就聽 聽不懂就算了 各位跟著力合 安心放心又開心 一通電話我幫得到你 各位聽得懂嗎 所有業務都在等你 你要幫自己 你就要打一通電話 除非你不要做股票了 除非你不想在股市賺了 那沒辦法 那我幫不了你 如果你真的想在股市裡面 賺大錢 各位 我可以告訴各位 盲點測試依然會進行 而且會越來越激烈 你相信成立好 好不好 一通電話我幫得到你 謝謝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